這個賽事競逐完畢之後呢 成績還不錯 而且算是明月前茅 以23.65排名第二 僅次於衛冕的 劉英軒的25.7 我們來看看他的表演 自行的0.5 兩個0.4分的轉大票 0.5分的平衡搭配超棒 所以手距難度些微的失誤 我們可以看到選手 他的分數拿得高不高 其實主要呢 就是看他整體表現的 第一個是流暢性 那第二個呢 可以看到他的身體難度 執行的完整度 譬如說角度啊 或者是身體幅度 足不足夠 我這個動作的規範 那最後呢 可以看他手距跟身體 連結的一個精準 那譬如說像很多拋接 或者是動力性轉動拋接 以及手距難度拋接的部分 那如果這個時間差 呃 全手拿捏得非常好 並且這個軌跡非常準確的話呢 那幾乎呢 在這個整套中 他高分啊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這裏執行了一個0.3分的大調 最後0.4分的手距難度 也沒有完成的很明確喔 在這個部分呢 裁判老師在基數錯誤 也是會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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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